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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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祖慈悲 大家好 有位同修呢 在我們的網路上面 討論期 來問到說 共憨神明祖先 那個茶水 要用清水 還是茶葉 顧問是這樣回答的 一般我們都是以清水 代表清靜的心 清水來供奉神明 可是到了 像過年特別的節路 我們都會放茶葉 用茶葉 那裡面沒有水 那用個茶葉供神明的 就放在茶杯沒有水 那代表用茶葉 來當祭品 來供奉 那我們的習史呢 是這樣子的 那我個人認為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是很誠心 生、口、意 來供敬我們的三寶 來供敬、供養我們的三寶 來供敬、供養我們的三寶 所以我們用身體來禮拜 用口來練佛 用心來練佛 用心來練佛 那祭品呢 就是我們的心意的一個表達 所以剛剛我有特別說 平時呢 我們以清水來供養 代表我們學習 我們學習 神明的明心、見性 天心、清靜的心 用清水來供養 那特別的節錄呢 才在用茶 來當祭品 來供養 那才代表我們的恭敬心 那你有其他的方式都可以 只要是真的是恭敬 正心、誠意 來表達你的心意 就可以了 那我們以身、口、意 禮聖、供養媽祖 來念媽祖 心想媽祖 來用這個像、祭品、清水、茶 來供茶都可以 這是顧問的分享 小小的前線 供大家參考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媽祖